趕快關心台灣投手陳偉英 陳偉英他今天呢 是在精英主場出戰了水手隊 挑戰生涯最高五連勝 不過呢他先發主投七局 下場的時候是以一分落後 中場吞下了敗投 非常可惜 陳偉英這場比賽在二局上 先被連續擊出兩支二壘安打 丟掉一分而限於落後 不過在五局上 英仔自己倒是有一次精彩的守備 球評嘖嘖稱奇 連英仔自己也笑得好開心 突如其來的正面強西球 他神奇沒收 英仔精彩的守備不止於此 兩出局後面對短打 陳偉英快速移位去接球 還直接從手套傳球 給一雷手解決掉這一局 而精英的炮火到六局下 終於開張 剛升上大聯盟的瓦倫西亞 轟出的兩分炮 讓主場精英逆轉戰局 以為陳偉英暫時解套 不過主場球員的喜悅 沒有能維持太久 Bronko從陳偉英手中 敲出了兩分紅球 讓戰情再次反轉 陳偉英在投完七局之後退場 最後扛下敗頭 他一共被敲出五支安打 包括一支拳雷打 丟掉三分都是擇失 全場有五次三陣 以及三次的保送 用球數110球 防禦率2.95 陳偉英今天很可惜 沒有能夠拿下勝投 締造五連勝的記錄 而他目前的戰績是六勝四敗 以上是東森新聞 王毅如唐一節 來自巴爾電謀的採訪報導